第十五 国务院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邀请 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 兼外交 土地改革 粮食和农业大臣 基尔提 尼迪 比斯卡和夫人 于8月25日到达北京 首都各界热烈欢迎来自友好邻邦的贵宾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 在8月28日接见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 基尔提 尼迪 比斯卡和夫人 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的人员 兼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 和犹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于8月24日到达北京 首都各界热烈欢迎阿尔及利亚贵宾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 在8月27日接见了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 和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成员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3日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隆重集会 庆祝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青做重要讲话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首都人民全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自战员 热力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伟大节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统治的英明领导下 取得的与伟大的一时应议的胜利 今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们应当百倍增强 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胜利猩猩 坚决反对黑路校服修正主义者 用战争恐怖 下服世界人民的背叛行为 在日一发西斯一跨台 美帝国主义就立即取得了他们的地位 走上了他们的脑路 积极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 妄图堡世界 先人的约翰性政府 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推向更学行更怒骨的地步 约翰性主义就是新西特的主义 就是新法西斯主义 就是侵略 就是战争 敌国主义 看起来很凶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是人民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明了这个真理 20世纪 40年代的日本 和德义法西斯可以打败 20世纪 60年代的美帝国主义 也一定可以打败 8月26日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接见了专程前来参加 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 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的团长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还接见了参加这次大联欢的 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全体成员 以及参加这次大联欢的 其他日本朋友 毛主席 毛主席 刘主席等我国领导人 向全体日本朋友 向全体日本朋友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青年三万多人 于8月30日 在北京中山公园 举行盛大的游园晚会 满园歌舞 处处有益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廖承志 与青年们同歌舞 一会儿跳起日本的大央阁 一会儿又扭起中国的央阁舞 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中日青年一同欣赏 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中国杂技 狮子滚绣球 日本青年与我国著名作家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莫 电影白毛女的演员田华 乒乓球健将庄泽洞李立 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倪智福 劳动模范张柏发等热情会见 唱序友谊 小小的礼品 表达了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深情厚义 共同的战斗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虽然是初次相见 却像见到久别重逢的兄弟姊妹一样 亲密无间 手挽着手 心连着心 高唱团结 高唱友谊 让中日友谊的花朵 常开不屑 永放光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